厄龙公寓停工第四天 今天正式复工了 你看今天厄龙公寓复工 真的是高棚满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粉丝 第一次见面 这是小鱼 听小鱼刚刚说滚龙不让你进去 对 让我干活 不是就不让你进去 让我干活 不干就让我滚 你就一直站在忙 他不让我过去 现在先将就他 我们做完了以后慢慢来 这个工程要做起走 对吧 不管为了啥 我们把它做完 你要原谅他一下 不给他计较 南风子传媒的旗下艺人 大家应该都认识 在上次我们团联的时候 有出过禁 挺不错 王总也在 你好 你好你好 小蓝 我杨总 好你再打PK 再打PK 对对对 好我们进来看一下 真的是高棚满座 杨十三 荣昌的这个网友 没有没有杨哥 没有在那儿杨哥 哈哈哈哈 这 贵阳过来的朋友啊 也是我们的粉丝 对对对 来来来 很帅啊 小鲜肉啊 欢迎欢迎 代表鹅龙居 欢迎你们来重庆 来到鹅龙居 好吧 感谢感谢 好 很帅啊 张飘飘啊 张飘飘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刚刚主动给我说 呃 呃 在这里住几天 然后帮追梦行 打打一下下手 好吧 刚刚我也跟你说了 你之前不是借了我200块钱吗 不管多余少 这个200块钱 你就不用还了 就算给你的补助 好吧 啊 平常挺好 值得表扬 我相信大家看到视频 也会表扬你 啊 还是啊 所有都是监工啊 我们的工人 这里辛苦了 工人啊 辛苦 在杨总领导下 我会更加努力 没事 将就他吧 现在先将就他 不管他怎么样 把这个先给他做了 好的好的 做完一间 然后看情况 做完 对于说我们要做两手 打算来牵制滚笼 现在滚笼是一个人独大 知道吧 就他们牵制不了他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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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好吧 嗯 好好 这个小马哥在 他先看起来吗 在专访滚笼 拜拜 你又来了 一开始就说拜拜了 赔了这么多了 买了加钱了 走吧 现在就一分四十秒 你又要加钱了 我们四处转一圈 带大家看一下啊 他这个霸子看到没有 收出来还是很宽敞的 你看 从这里走过去 今天滚笼在收 把这些垃圾都收了 他以前还是水泥地 看到没有 以前是水泥地 到时候都把它围起来 看到没有 就是从他那个房子那里 回到这里 这里 开一个门 这里连到这个墙上 就行了 然后泳池的话 可能要规划在那一方 那一方 现在有空了吗 龙董 现在有时间了吗 龙董 就是昨天有一个网上大哥 给我说 让我直接在你这里拿五百块钱 他说他拿了一千 我们俩一人一半 哪个说 一个网上大哥 有个网上大哥说 到账五千块钱 你还没跟 我又来了五千 我跟你说 有一个五百的 有一个十万的 就是我们俩一人五万 哪个说 我叫大哥 说的 网上大哥 有一个说一千的 我们俩一人五百 有一个说十万的 一人五万 你那里有一个五千的 那你得到没有啊 就是他拿给你的呀 叫我到你这里来拿呀 你想得出来 你拍我视频箱刷滚刀 不是 有大哥给了 他说给到你的 让你给我呀 你怎么说吗 是真是假吗 我这里从来没有你的 不是 是真是假 就假的吗 没有 没有 哦 我说话你信不信 我还是 是有时候讲不清楚 哈哈哈哈 本来就讲不清楚啊 你拿到钱 你得拿给我呀 你也说没拿到啊 对不对 你又讲不清楚了 是不是啊 嗯 哈哈 这两天表现还是可以啊 值得夸奖 我住活路 那肯定比较适合啊 多帮他干一点 好吧 嗯 然后呢 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呃 光帮你干了 我现在看能不能帮基建 啊 基建干 你有没有 我想给他买 就是有这样的打算嘛 看嘛 对吧 嗯 这样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 跟基建 嗯 基建没有了 就是我们去问一下 基建不论不论钱有什么办法 不是 我说他那个 他耍赵 我们还去跟他挣了一条烟 跟他吃海翔什么 就是你的意思 是不给 不包基建 今天小哥他说跟我点了一百块钱过来到账 锤子喽 你的意思不给王基建搞就给你搞 我这里还没搞好啊 你搞到这里丢去似的 嗯 那你要 你要听话一点 好吧 嗯 然后其他 没说是基建 基建他 他这里 这个厕所他都不敢去哭 王基建他都不敢哭 好这样 听杨哥一句话 没一句话 你给广大的网友朋友们 说一声道个歉 说一声对不起 我以后一定 听话 然后帮着 帮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可以吗 说一下 大家网友 跟我点了赞的 帮助了我了 和我生日来捧了茶 点了赞 饭都没来吃的 我把表示谢谢 我现在正在忙 正在开工一夜 那个开工时 也很安全 现在就是开工啊 我这上面全部是有记录的 哪个点到一毛钱 一个棒棒糖都知道 说实话 我这工程搞到这里 又是一塌糊涂 没有 所以说我们今天 就回来了两三个人在干 然后啊 杨伯瓦尔他们就跑起来了 跑起来了啊 又来拍了一个视频嘛 看我这工程大小 我这工程里里外外都要搞 哦 对 这道歉 道个歉 说之前我错了 我不该发火 之前我是错了 但是是 那天 昨天吃饭来 是大凯的错 对不对 你 他叫你做那个 我凭什么要 我做的位置 我凭什么让啊 我在网吧上网页 是做的要挑一下吗 不是 我没出钱吗 是我带头出的钱好不好 出少了吗 好 大凯 大嫂是个你 长短是个棍 对不对 大凯 老子看他那拔本 要去想挨打了 大凯的问题 好吧 你原谅 我还道歉 你是个大 我就说过 没吧 我对你很凶 我不道歉 就是说 有目的的 都是说 我都是不听话 我就看你搞不搞 哦 是这样的 就是 你去揍啊 寄件啊 还是网络说呀 都是在考验我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大凯 你是 你是一个 50岁的大哥了 他是个小兄弟 你就不给他计较 他这种不对呀 他喊你喊哥 是你的兄弟 你要管好一点啊 好的好的龙哥 你就不给他计较 啊 你先给网友道个歉 各位网友 各位网友 对不起啊 说我 说话错错了 我冒了火 但是冒火的目的 百万最清楚 弄这种欺人的狠 你看这个我搞去 单身后 网络说 又是那些 无保护来做的 后面又是我的房子 好了 那不是我接班吗 好不拍了 拿了个 我出来给你 真的那个PK搞些什么 太欺人了 我的地盘 我说了算 好好好 讲拜拜结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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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